大家好 欢迎来到戏剧圣经 我是武昌教会的郭俊豪牧师 今天我们马太福音的进度来到了最后的两章 也是最戏剧性的两章 雨夜节的夜晚充满了戏剧性 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最后一夜 主的心多么孤单 最痛苦的经历 都在这个晚上发生 门徒互相征静 犹大的出卖 耶稣独自与主的旨意摔跤 但是他的灵性胜过了肉体与情感的抗拒 当他在克西玛林园起身 看见门徒个个都疲累而睡着时 他虽然孤独却不孤单 因为他知道 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苦 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计 他必要看见他的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这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要成就在他的手里 耶稣知道他本事为此而来 他欣然顺服领受的苦悲 荣耀的复活是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而得的 因此他顺服了 他决定慷慨就义 他决定面对十架 人凭人无端的控告 冰丁戏弄羞辱 他都忍受下来 他不说一句话 直到在十字架上 他才大声的喊着 伊利伊利 拉玛萨巴格达尼 终极的痛苦与父关系撕裂的哀嚎 这一切都是为了世上的罪人 包括你与我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按他所预先说的 他复活了 当妇女们在坟墓里 找不到主的身体 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说 愿你们平安 他吩咐他们通知门徒回到 当初呼召他们 跟从耶稣的加利利 在那里 主再次向他们显现 将主的平安赐给 在恐惧战经中的门徒 主向他们颁布了大使命 主呼召他们再次的跟随 赋予他们属天属地的权柄 让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奉主的名为人施起 传天国的道 建立教会 这是基督耶稣的福音 这是世人的好消息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到了早晨 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借去 交给寻伙比拉多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 这是血价 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护的一块田 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固定支援的价钱 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 买了摇护的一块田 只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寻伏面前 寻伏问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寻伏甚觉稀奇 寻伏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起 随众人所要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 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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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伏员知道 他们是因为基督 才把他借了来 巴拉巴 正坐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 这一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 挑唆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寻伏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这样 那成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定时增加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竭力地喊着说 以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留着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 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定十字架 寻伏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银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戏弄他 恭喜有耐人的王啊 又苦唾沫在他脸上 拿尾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定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鼓励耐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各个他 意思就是独楼地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 给耶稣喝 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连揪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椅上 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 讥较他 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 他叫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倚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机窍他 从武正到身处 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身处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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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萨巴 格达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伊犁亚的 那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荣沾满了醋 绑在鬼子上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伊犁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这真是神的儿子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 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那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 是亚利玛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 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由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聚集来见比拉多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 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铜去 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守妥当 第二十八章 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定时自驾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父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 由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 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是有什么事 而我所说的 是有什么事 就能发生你 我所说的 也有什么事 我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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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